大家好,很久不見了,我是Amy 今條影片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一個星期的OFIT 事不宜遲,馬上去片 第一天就想下一個復古的感覺 所以就選了一條Vintage設計的牛仔長裙 再加上短板的灰色TOP 再加一對西波牛仔BOOT 我現在穿的這條牛仔裙可以說我近期最愛 所以我一定要說一下它 它在腰間和裙襪位置有些流蘇 然後中間黃色有少少磨舊的感覺 令它很Vintage 先用灰色袋子 這裡就是我OFIT的細節 因為想做一個復古的感覺 所以就配上了一對西波牛仔BOOT 然後袋子灰色就配上衣服的顏色 然後accessories方面就戴了帽子和耳環 因為英國太大風了 所以我一定要戴帽子 不然我的頭一定會吹亂 所以我會選擇一對西波牛仔BOOT 第二天也是上學的日子 因為要很早起床很累 所以我選擇了舒服一點的裝束 就是工裝褲 再加一件冷衣 還有一對波鞋 髮型方面 平時在香港其實我會夾頭髮的人 每天出門口 但來到這邊實在太難了 所以不如用鯊魚夾夾一下就出去吧 Day 2的外套就是這樣 加一個Toe Back 拿件外套就可以走 就是方便又快捷 拿著學生證就出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邊的課室 經常要拍卡才可以進去 所以他們都很流行拿著學生證到處走 第三人說 一聲我就去了巴黎 我在巴黎第一天的外套就是穿啡色穿搭 在一條啡色泡和牛仔褲 再加Dotmart和皮疙瘩 今天的OV就是啡色穿搭 為甚麼會選擇這顏色呢 就是因為想搭配巴黎 周圍都是黃色的建築物 這樣相似色打卡就可能會比較夾 比較好看 而這件皮疙瘩呢 因為它不是很貴 所以我沒有期望它很保暖 但沒想過它的皮疙瘩又擋風擋得不錯 而眼鏡方面呢 是有detail位置 就是眼鏡也是泡紋 然後就用來配合我的泡紋褲 這樣一套 好看 地貨地貨穿甚麼好呢 就是穿白色一字薄 再加一條喇叭褲 然後加上Dot 好嗎 今晚的LV是下一個可愛和小性感的路線 因為我是一個喜歡顏色比較統一的人 所以耳朵都選擇了白色配襯衣服 然後這條褲是要穿一穿的 它是一條牛仔喇叭褲 但它是十分有彈性 所以顯得個人很修長和舒服 第五天 今天是行一個Street Style 以及繼續以灰色為主的穿搭 今天的穿搭是深色是黑色拉帽 加上灰色Hoodie和工裝褲 而Accessories的部分就是 多謝我親愛的朋友華華贊助 這是它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這兩條褲子我覺得非常合襯 因為它可以令到一個普通的Outfit 帶了這兩條褲子之後 就馬上變得好像很特別 有點造型 灰色搭灰色 然後再加上我們Air Force 今天又是在巴黎步走的一天 要逛超多景點 很冷 太冷了 很美 吃了 今天這套Outfit會是我最喜歡的Outfit 因為這件襯衫外套是在Paris買的 再購買一對DOTMAR 然後馬上變成ParisGIRL 然後為什麼裡面今天不是穿保暖底衫是穿Corset呢 是因為今天的行程是我要去紋身 所以就穿了一件背心打底 然後紋身就方便一點 但真的很冷 接著我在Paris幾天 就發現了他們大多數人都有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所以我就學他們 又不是學的 是用鯊魚夾頭髮 再穿太陽眼鏡 希望可以營造出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就融入當地 這套OV我現在剪影片看回都是很喜歡的 我覺得是一個不同的 或者是一個新的Style 超喜歡的 不知道這套OV會不會有少少融入了當地呢 如果有就好了 哈哈 每天的OV就分享到這裡 大家喜歡記得聽我說 那我就可以拍多些類似的影片 拜拜